君子之所以都顾过小人,是因为君子讲道义,小人讲势力,君子爱讲正理,小人总说歪理,君子言行一致,小人仰讽因为,君子追求和谐,小人存心捣乱,君子言则自己,小人暗算他人,君子总在明处,小人常在暗处,君子不计人果,小人与人交舞,君子为理是求, 小人拉帮结派,君子顾全大局,小人只顾一丝,君子顾及脸面,小人不计影响,君子老师做事,小人弄虚作假,君子惊怀坦荡,小人数度机长,君子适可而止,小人救助不报,君子温和如三春暖风,小人阴险如冬日炎霜,常见的小人类型,习惯挑拨离剑甚至暗箭伤人, 职场有许多人心里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为了显示出自己的能耐,有一种人总是会制造纷争的事端,采用巧拨和离间计来,激发竞争对手之间的矛盾, 有时,这种人还会表现出自己的合适老的和善,让你感到他值得信赖,假如你发现身边的某个人在你面前,总是告诉你某某同事在讲你什么,你千万要先证实一下,而善于落井下时踏着鲜血进步, 如果发现自己的身边有一种人对于同事跌倒和面临挫折时,总是幸灾乐祸,总在说一份最有应的之类的风凉话,或是总是用一种事后诸葛亮的神秘口气,告诉你,得罪了某某领导的时候,你就要格外注意自己的立场了, 这种人很可能就是善于踏着别人的鲜血前进的实力小人,有着抑郁或许你也会成为他落井下石的对象。 三,擅长见人说人话与鬼说鬼话,对领导尊重是每一个下属应该有的职业素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喜欢听的话,也是为自己营造较好工作环境的一种手段。 然而,如果你发现自己身边某位同事,有些人说人话与鬼说鬼话的爱好,你就应该特别留意了,起码你在他面前,是绝对不能说领导的坏话,或是发领导的牢骚了。 四,不懂感恩呆德,总会翻脸无情。 职场同事大多希望能够遇到欣赏并且可以提携自己的伯乐。 同样,也担心遇到你种树他成良的小人,你全力帮助他事业有成,而他却没有学会感恩拜德和感恩图报,甚至还会翻脸无情来抹黑你打压你,让你会后悔自己的善良,真的是用错了对象。 因此,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污,污,善于杨凤因为很会见风使多。 职场小人最大的特点是做最艰苦的工作时不太容易见到他,或者是言心不一致,善于做表面功夫给领导看,善于投领导所好,奉上拍领导满屁,整天嘴甜的如同涂了蜂蜜,有亲戚领导的特长,又要攻抢攻的特长,有刹打小报告的特长, 又在夸奖你的时候,套出你心中的秘密然后被过身,去陷害你出卖你的特长。 六,善于撇清责任栽三其他同事,明明是自己工作中出现了差错和问题,或是在工作中出现了瑕疵需要厘清责任。 当别人都在第一时间想帮设法补救的时候,有一种人总是会想在第一时间,把领导那里去闪烁其词,甚至是每个良心胡说八道,让领导感到自己既忠心耿耿,又可以成为领导了解属下工作状况的卧底,目的就是找一个替自己背黑锅的冤大头。 七,喜欢搬弄是非或者造谣声势,喜欢搬弄是非者,或是喜欢造谣声势的人,通常都会是另有目的,另有阴谋的。 这种人习惯于用这种贬低别人和污水化别人的手段来衬托出自己的优秀,或是设计好让比自己优秀的竞争对手陷入跨境,失去领导或同事们的信任。 如果你发现身边某些人总习惯用听说来造谘事,你就要特别留意了,入图文军来自网络,如有,请联系删除。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